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事情 勉强不来 我对你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喜欢 好 这么早就喜欢 是啊 家里活都上不完 走了阿姨 您的馄饨 热乎乎的馄饨 馄饨啦 来客官来吧 馄饨哪 馄饨啦 来 相公 怎么了 相公 见过皇上 见过皇上 二位快请请 不知二位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皇上 最近城中发生奇怪热病 患者身上起红疹 发烧 重者咳血昏迷 而且已经有大量的百姓染病 情况有些危急 薛老先生跟苏姑娘医术高超 可有查出这热病是因何而起 这热病发作极快 事先毫无征兆 我和师父忙于照顾病人 还没有来得及调查病源 之所以着急来见皇上 是因为我和师父都认为 这不是普通的热病 恐怕会是瘟疫 瘟疫 娘娘 我看咱们要不去搓会麻将 定时冷宫里闷得慌 娘娘 要不您再拿我顶替一回 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还出去呢 娘娘才从天牢里放出来 你就少抽点这种馊主意 是啊 我已经给秦玉听了这么多麻烦了 没事 我这么待着挺好的 是是是 在宫里待着也挺好的 对了娘娘 今儿我出去采买的时候 看见城里不少人生了病 各大医馆都挤满了人 听说这回是瘟疫呢 这么看来还是咱们宫里安全 瘟疫 不可能 是谣言吧 娘娘怎么知道的 我写的小说剧情里 就没有瘟疫这个剧情 估计就是季节交替 发生了小规模的有感吧 唉 没事 有苏神医和薛神医在 肯定很快就能解决 秦玉要是知道 苏浅学医是这样解救民间疾苦 肯定也会很感动吧 想不到 这热病来得如此凶猛 更糟糕的是 这病情还在城内不断地传播 不只是我们这里 各大医馆都收满了病人 快要顾不过来了 赵小五 属下在 船指金赵颖 害医馆和药物前来救治 不得有误 是 李志冬 在 传指太医院 害太医前来救治 不得耽误 遵旨 此次瘟疫之事 丞相大力相助 我们王子身为感激 愿与丞相结为盟友 共同对付大野皇帝 在下 以茶代酒 敬丞相一杯 一助丞相心想事成 二助 两国永结同好 老爷 城中已经安排了几十名人手 分散在城中各处传播谣言 相信到了明日 满城就会传开 皇上强推新政 导致瘟疫 皇上有心事 不完的情绪慢慢退后 没有 最后结局 是在想 容飞娘娘吧 简单的问候 思续老走 你忘了 想你从未成全过我感受 倔强的是你 也不忠 苏姑娘 苏姑娘 外边有几个病人的病情恶化了 什么 我现在过去看看 容飞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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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公 你怎么来了 皇上染上了瘟疫 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 皇上染上了瘟疫 现在 一直在昏迷当中 皇上一向身体健康 极少生病 怎么会 突然感染上瘟疫了呢 其实 上次进宫的时候 我就发现皇上身患旧疾 但是皇上怕娘娘担心 才让我保密的 如今瘟疫发作 皇上又日夜操劳 竟然让这病趁虚而入了 都怪我 我应该坚决一些 让皇上回宫里去的 不对啊 我的小说里 皇上就没有什么旧伤暗伤 也没有感染过瘟疫啊 容飞 娘娘 皇上就是在昏迷的时候 还换着您的名字呢 容飞 发烧 红疹 昏迷 这些症状我好像有印象 这不是血魁症吗 血魁症 血魁症 感染瘟疫的人 是不是轻者发烧红疹 重者咳血 甚至昏迷 确实如此 娘娘 您见过这病吗 这就对了 这个血魁症 曾经在北迪四月过好多年 可是在小说里 也只在北迪流传 并没有到达京城 如今怎么会越过边境 传到了京城呢 娘娘 您既然知道有这个病 那你知不知道 什么药能治呢 治疗血魁症的药 李之多 咱吩咐下去 所有人不得出门 在有患者的门口做好标记 等着大夫上门看病 这样就初步阻断了瘟疫的传播 你们也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 好 是 秦瑞 你坚持住 我一定会找到解药来救你 皇上 你醒了 皇上 不问的情 慢慢退后 朕睡了多久了 皇上 您昏迷了一天一夜 一直搞笑不起 真是吓死奴才了 好了 朕不是没事了吗 对 皇上侯服齐天 一定会没事的 荣妃娘娘 一定会给皇上找到解药的 荣妃 她也来了吗 皇上在昏迷的时候 一直换着娘娘的名字 小的就去冷宫 把娘娘请了过来 娘娘一来就发现 这疫病是来自北迪的 说是叫什么 解魁症 北迪 对呀 这天下的北迪人 这缺心 这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荣妃呢 她在何处 奴妃娘娘 去给皇上找解药去了 背马 皇上 您还未痊愈呢 背马 是 七星草 有了这个 瘟疫就有解决办法 情侣 你再等等我 我马上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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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这山里可不安全哪 你一个人跑来做什么 你管我 你们什么人 七星草 你认的七星草 你们是北迪人 今天 绝对不能让你活着 去 给我检查一下他们 是 是 秦玉 若飞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 担心你吗 你身体不好就不要乱跑了 你没事就好 你没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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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皇上 秦玉 皇上 秦玉 怎么样 病情更加严重了 要是再不及时治疗的话 七星草屋采回来了 熬成药汁给他服下就好了 是吗 阿雪 赶紧熬药 好 来 二位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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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好啊 古兰 往事 荒若云烟 回目之间 回目之间 回来 求水 你为皇上喝下就行 好 谢谢 这玉佩是你跟皇上一人一半的吧 你怎么知道 听皇上提起过 皇上还说了不少和娘娘的事 当时浅雪便觉得 娘娘一定和皇上一样 有着相同的心思 今日看到你为了皇上 这般的不顾危险 便更加能够缺人了 浅雪不是娘娘 不能体会娘娘的苦衷 但是 如果两个人 彼此都有着相同的心意 那便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更应该好好珍惜 娘娘 您觉得呢 女人 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 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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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 我这一直不回冷宫 多久会被抹杀 按照规则 想要满足不被抹杀的条件 最多每隔三个月 就必须回冷宫一趟 并且要待满十二个小时 也就是说 每三个月就要回去打卡一次 一次待满一晚上 这样就不会被抹杀了吗 确实符合规则 三个月半天 半年一天 一年两天 那这么算下来 我能和琴玉在一起生活好几十年呢 你看起来好像很高兴啊 那当然了 这家爱情 小偏儿不懂 哎呀 那我就放心了 就是这家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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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不好吃啊 好吃 那你也为我吃一个吧 真的 快点 你也讨厉厌了 快点 我要吃了 你也尝尝 让嘴 让嘴 啊 好吃吗 嗯 你喂得好吃 喂我 啊 那朕走了 嗯 那你路上小心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先看着你走 你先走 我想再看看你 你先 你先 你先嘛 你先嘛 先走 你先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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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早朝而已 又不是生离死别 不用这么夸张吧 你等个屁 你等个屁 我等个屁 那不是皇上吗 皇上这是去哪儿呀 好像 好像是朝容飞娘娘那儿去的 什么 怎么又是她呀 这女人有什么魔力呀 怎么回回都能把皇上迷得 身混颠倒的 哎呀 不行了 娘娘 我又闷了 娘娘 您别生气 您想想 那可是容飞娘娘 别看她这会儿得意 说不定过两天又惹出什么麻烦呢 肯定 很快又会被关入冷宫了 你又要进冷宫 哎呀 这次不一样 就一个晚上 我天一亮 马上就回来了 我答应力朝以来 这冷宫住的比自己家还亲的 估计就你自己吧 哎呀 我这不是也住出感情了吗 冷宫里的小六子他们 也好久没见了 真不行 你就当我去一股四田了嘛 你都有阵了 你还需要一股四田吗 哎呀 你对我最好了 我这次就住一天 好吧 提前说好 不许住进补出来 放心吧 这次绝对不会了 好了 倒计时开始 你们怎么一点烦有没有啊 娘娘 小拿不准 这回该是伤心呢 还是开心呢 那还用说嘛 当然是开心了 不过 说好了 这一次我就带一个晚上 火灵是 把这个看好了 时间一到立马走人 一秒都不能耽搁 遵命 行 赶紧呢 好哥搞定 好哥 你确定 那容飞又进去了 娘娘放心 奴婢先前亲眼瞧见 容飞娘娘带着她的侍女扶灵 进了冷宫大门 绝对没错 好啊 本宫就知道 皇上这般英明神武 怎会被她一个区区的容飞给迷住 就是 真要说起来 只有娘娘您这般姿色 才配得上让皇上心动呢 就你嘴甜 娘娘娘娘 不好了 慌什么 有事 说事 奴婢刚刚瞧见 皇上带人也被冷宫去了 什么 好够了 先看 我先来定个校啊 这一趟回冷宫就两个字 高兴 我们这些人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对我的好 对我的照顾 我都记得 今天 我延一一在这里 跟大家郑重地表示感谢 遇见你们 我真的觉得特别幸运 唉 娘娘您说的是哪里的话啊 遇见您 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是不是 是 宫里这么多主子 有几个能像您这样的 帮我们当人头 所以啊 是我们 谢谢您才是 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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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下去就变商业互捧了啊 该说的都在酒里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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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了啊 快吃快吃快吃 要驾到 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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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玉妃娘娘 还愣着干嘛 干净的呀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说了嘛 我明天又回去了 朕一想到一晚上见不到你 朕受不了 反正在哪都是主 朕就想着陪你一起 让朕也见识一下 朕冷宫的魅力 其实你不用这么麻烦的 怎么能叫麻烦呢 跟你在一起不麻烦 算你会说话 那我奖励你跟我一块吃火锅 请 上次朕来的时候还没仔细看 想不到你把这冷宫 收拾得还不错嘛 那当然了 我又不是来冷宫受罪的 要是真的又火又落风 我还怎么过日子啊 你还真想在冷宫里住一辈子啊 那是之前 现在不一样了 不过这冷宫啊 被你收拾得虽好 还差一样东西 差什么 差个男主人 哈六都还要跟她不及干了 你还真要走 你还要走 我这一辈子啊 不过这两人了 我改变了吗 你还真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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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言为定 还差一点 超什么 进 到时间了 到时间了 快起床 洗呀 哎哎 醒醒 醒醒 小小快快快起来 起啊 你那么早干嘛 不早了 我们该出冷宫了 快快快起 时间还早呢 哎呀 这跟时间早早没关系 快快快起起 真太累了 真想休息 除非 你亲这一口 这样写了吧 快写 略写敷衍 不够诚意 那 我数三二一啊 三 二 一 好了啦 走了走了 穿衣服穿衣服 走 走 走 给太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谢太后 怎么了 眼睛红红的 受了谁的欺负了 回太后娘娘的话 都是因为皇上最近对那荣妃娘娘愈发恩宠 简直就是毫无忌惮 不顾礼法 我家娘娘看着伤心 这些日子 是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现在 横在你跟皇上之间的 就是荣妃 你想抢回皇上 就必须 把这个麻烦除掉 除掉 娘娘 奴婢觉得太后娘娘说得没错 只有解决了荣妃娘娘这个麻烦 您才能重新和皇上在一起 皇上 娘娘的早膳准备好了吗 弗林姐姐放心 娘娘的饭正放在灶上热着呢 那我们先去给娘娘打洗脸水吧 是 徐区一个宫女 竟敢在荣妃早膳里下毒 谁给你的胆子 是奴婢自己的主意 与他人无关 还敢嘴硬 来人 拖出去 斩 是 皇上不要啊 皇上 皇上 是臣妾管家无方 蔡玉一时滚迷心窍 才会做出这等错事 臣妾求求您 求求您放过他吧 你要罚 就罚臣妾吧 娘娘 皇上 娘娘对您一片痴心 可您始终只对那荣妃娘娘 一人毒宠 蔡玉 是奴婢实在替娘娘不平 才做的这般决定 与娘娘好有关系 您可千万不要错怪娘娘 就因为争宠毒计 就给荣妃下毒 此等星长 何其歹毒 朕的后宫之中 怎会有你这样的妃子 皇上 臣妾虽对荣妃不分 但绝不曾有谋害于她 您看错臣妾了 朕就是看错了你 才会容忍你到金铁 来人 把他们押入大牢 是 皇上 等一下 荣妃 刚好你来了 这两人想要谋害于你 如何惩治 你来决定 既然皇上让臣妾做主 那臣妾肯请皇上放过他们 放过他们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他们两个想要谋害你 那我现在不是也没事吗 而且我觉得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你难道还相信 他们两个的鬼话 嗯 我信 呀 还没走呢 没没有了 我就是想跟你说 谢谢 哎没事 之前我还打过你一顿呢 那就算扯平了 哎呀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都要跟你说 我真的没有打算 邀下要害你 我知道 你只是对皇上一片真心 而且我还知道 你只是有些蛮横傲气 但从来不会做这种事的 现在 我有点明白了 皇上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你 那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 嗯 王爷 最近您天天出城踏青 难道就没找到点灵感吗 本王是喜欢诗词 可这诗词一到 努力固然重要 天分也必不可胜 本王这点资质啊 与蓉妃娘娘相聚甚远 想要得出一些满意的诗词啊 又岂是那般容易 是她 浑然去雕事 清水出芙蓉 王爷 好诗啊 诗好 哪记得上人美 姑娘 公子 您是苏浅雪 苏神医啊 原来是苏姑娘 早就听闻清晨那一位女神医 不仅免费听诊看病 还治好了这次的瘟疫 让我大应百姓 免于病苦之中 在下仰慕已久 今日得见 实属荣幸 公子过奖了 治病救人 本是医者天职 神医之名 实在不敢当 对了 还没请教 公子姓名 在下秦川 秦川 您是鹰王殿下 浅雪失礼了 无妨 苏姑娘妙手人心 一心为我大应百姓祈福 实在令人敬佩 本王想在京城内 开一所医师学馆 免去学费 为我大应 培育更多医师人才 只不过 一直找不到 合适的教习人选 不知道 苏姑娘可有兴趣啊 王爷有此善心 真是我大应医者 和百姓之福呢 如果有能用得上我的地方 请许绝无二话 如此甚好 这御花园逛来逛去 都是这个样子 看都看你 公主 多出来走走 有利于身体 总比您成天蒙在宫里强吧 我想我的小川川 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 还能不能再遇见 遇得大 遇不到 遇得大 遇不到 遇得大 公主 遇不到了 公公公公公公公主 你看那边 小川川 小川川 平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对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听我解释啊 不用解释 肯定是我黄兄为了得到你 不惜把你变成女人 业药片进宫 真是太过分了 不是这样的 我本来就是女的 就是女的 我黄兄竟然 竟然不择手段 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 我本来就是女的 不信你 不信你 不信你看 你真是个女人啊 如假包坏 我的真命天子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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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快吃啊 别看了 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皇兄 你和小川川 真是夫妻 朕是皇帝 她是朕亲口侧风的容妃 有何不妥 什么小川川 叫嫂子 等等 嫂子 你有没有一个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 亲生地步 真没有 要是有的话 我肯定介绍给你 好吧 你也别灰心 我到时候和你皇兄 帮你好好捂色一个 肯定让你早日脱单 吃个鸡腿 这也要吃 好 来 张嘴 好吃吗 你也吃 这鸡腿 顺境不下 你 你没事吧 哪里不舒服啊 你没事吧 没事 可能最近太累了 经历有些懈怠 也是 你这病才刚好 苏姑娘也说了 你要多调理 这段时间就别太辛苦了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走 丞相真也召见 不知有何之事 你口口声声说 瘟疫有多么厉害 多么厉害 可陷入你了 最近轻而易举 就让人破解了 本乡 有一终极计划 好 忙呢 这还没到吃饭的时候 你怎么就来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身体吗 特意给你拿了药 来 趁热喝了 好 这是电视的卷子啊 这是电视评选的十家卷子 这要从中 评出易甲的头三名 那你觉得怎么样 这许文长的卷子啊 无论是师父 策论 文采 精益 皆为上等 无人能出其 这状元之名 他许文长 实至名归 我就说嘛 这状元就给许文长的 那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等等 这还没上吗 你想提前泄露不长 对对对 那我到时候等放榜的时候再告诉他 正好我跟老周老田他们也好久没见了 到时候一块吃个饭 给许文长好好庆祝一下 你就知道记挂你那些朋友 那朕呢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可能把你给忘了呢 到时候外面肯定很热闹 我们一块出工绑绑 这还差不多 麻烦让一下 让一下 麻烦让一下 让一下 谢谢 让一下 谢谢 谢谢 老钱 我这边没有啊 你那边有吗 我这也没有啊 我再找找 不用找了 我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 在 在 在那儿 中了 中了 失望 chimes 松明 impl ako 我去章年了 我真挣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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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怨出行 咸手必热 好气män啊 拿打掌 我们再看见吧 好啊 走 恭喜 discrimination 小小姑娘 小小姑娘 好消息啊 那许文长许公子 搞中状元了 当真 比金子都真 皇榜投名 仪仗游街 那真是可不得了 你和许公子感情深厚 这会儿还带在屋里做什么 赶紧打扮打扮去见他呀 小小 你怎么了 如今她已高中状元 小小不过是一介青楼女子 身份悬殊 若这般大喜之日去找她 恐不合适 状元狼来了 来了 快去呀 快去呀 这都来这儿了 恭喜许公子高中状元 小小姑娘 小小呢 她 她怎么了 来了来了来了 这不来了吗 小小小是好好的呀 这个狼还美貌的 啊 小小已经听闻公子高中 在此向公子贺喜了 不必多礼 不过公子既已高中 此时不应该骑马游行 为何身在此处 闻长此 一则是为报喜 二则 却是为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在下想为你赎身 而后名媒正确 成为结发夫妻 公子心意 小小如何不知 不过公子如今已是状元 小小不过是一介青龙女子 身份有别 如此强行相接 公子日后试图必将受其影响 小小又如何忍心 只很为公子拖累 我请我的手 我请我的手 我请你的温柔 红颜柳柳 我请你的温柳 只看公子如今已是否愿意 与在下并肩 夜半细雨落地上 滴滴水入我胸口 我请你 滴滴水入我 我 握紧我的手 一番红的双眸 我穷处可留 烟雨缠绕住我 泪雨在我脸上流 遗忘却是远迹后 你护现在我眼中 你说老许的家伙又是状元 又这么有担当性格还好 丁姑娘要是嫁给他 俩人肯定能幸福一辈子 那有什么 朕还是皇帝呢 你跟朕在一块那才叫幸福 这世上无论发生什么 朕都不会允许你跟朕分开 好好好 你最厉害了 老板 给我来两根 好嘞 拿好 谢谢 就这味儿 给朕尝尝 这可不行啊 这离一三就代表分离 你还信这个 烦人不行 你吃你那个 好吃吗 好吃 皇上 涉事的一共十六名工匠 全部都抓起来了 随时都和皇上发落 也不能全怪他们 意外而已 账则二十 罚风半年吧 是 皇上 您这伤 要不还是请太医来看看吧 一点皮外伤 不碍事 朕没那么娇气 秦逸 容妃娘娘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受伤了 这御书房啊 久未修缮 有些老旧 朕进屋的时候 被梁上的木条砸了一下 不碍事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疼不疼啊 不疼 我那有活血化瑜的药 我去给你拿 皇上 这容妃娘娘对您 可真上心啊 那当然了 皇上 今晚 学哪位娘娘士气啊 好 真的 一阶子 50 但是 那个 我虽然能够跳舞 我虽然想要 我虽然想要 再调一下 我虽然跌破 一定有句话 我虽然 spacecraft 你不在意 好 回来 不是 你就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颜一 你可以的 主动一点 挡机里段 啊 那个你来了 是是 哦 你的伤还好吧 好多了不乏做事 做事 这不是那个意思 哈哈哈我知道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天不早了 我们 休息吧 啊 好 看 嗯 我们 宽衣吧 宽衣 宽衣 你怎么了 没事 你刚不是说你上美衣事吗 真没事 我帮你揉揉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今晚的荣菲 格外让人心动 快点 来人呐 走水啦 让人呐 神仙皇上 出来了 对啊 神仙皇上 何回事 皇上 宫里走水了 老赵已经找人去铺救了 皇上 您和娘娘还是先宜驾吧 照顾好皇妃 朕亲自去看看 是 皇上小心啊 怎么样 入了秋 天干雾燥 意外走的水 不过还好 火事已经控制住了 那就好 不过你最近怎么那么倒霉啊 又是寝宫着火 又是被木头砸 前两年走路还差点摔跤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事 不行 我们得找个庙拜呗 好 听你的 怎么了 天悦 太医 怎么样了 娘娘放心 皇上 只是最近操劳过度 再让皇上好好休息 也就没有打碍了 那就好 多谢太医 辛苦了 太医 我送你 我在小说里 也没把你写得这么挺 我又病了 这就是代价 书官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代价 当然是你钻规则漏洞的代价 按照原本的剧情 颜一这个角色 早应该在西县大劫的时候死去 结束她的角色使命 而你却频繁离开冷宫 改变了大量剧情 还坚持守在奇遇身边 甚至和她相爱 使这个世界的剧情脱离了原定轨迹 作为男主角的情欲 便开始受到这个世界的反噬 反噬 没错 小说的男主角 受到小说世界的气韵加持 可一旦这个世界发生了改变 作为主人公的她 便首当其冲 受到影响 开始不断的厄运缠身 受伤 火灾 生病 这些你以为的意外 其实都并非意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在她身上的厄运 会继续加重 到最后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怎么会这样 书官 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你帮帮我吧 办法 倒并非没有 但需要你的配合 你说 只要你说 我什么都愿意做 只要让这个世界恢复原样 作为男主角的她 自然就不会再有危险 而因为你的缘故 使得炎依依这个角色 成为导致一切变化的罪魁祸首 现在只有将这个角色彻底抹出 才能让这个世界回到原定的轨迹 但你放心 抹除的只是这个角色 至于你自己 这样回到冷宫 完成你的一百天任务 就可以回到你的世界了 只有这样 才能救她吗 是的 只有这样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天 就一天 你要知道 炎依依这个角色被抹除之后 所有人包括秦玉在内 都不会再有关于你的记忆 多留一天 并没有什么用处 我知道 我只是想跟她好好做一个告别 承受这结果 恩潮汹涌涌 对着我走 淹没在城市之中 秦玉 时光交错 命运捉弄 对不起 眼前伸出了熟悉的轮廓 别来无恙 离开高梦 泛红眼眶 笑着逞强 回头张望 那些疯狂 和我们曾试过的愿望 别来无恙 放掉过往 而曾经都荒唐的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最后时光 好多了 多多漫长 岁月 你也要好 你就这么照顾了朕姨 是啊 别人照顾你我不放心 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好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照顾朕了 所以 你更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再有下次 我可要收费了 还要收费 能不能一辰相许啊 行 那一斤算你十块钱吧 这么贵 皇上 娘娘 早膳准备好了 走吧 走吧 你这么看着正干嘛 没什么 哎你还饿不饿 要不要再吃点 不用了 时间差不多了 应该去上早朝了 哎你你今天能不能不去啊 就这一天陪陪我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那今日朕就不去了 这一天的时间 朕就陪着你 谢谢 跟朕还客气什么 今儿想干什么 嗯 你跟我走吧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哎 你还记得吗 那次朕姑娘来 我们一道游园 那天也下着雨 也是这儿 当然记得 你提出散步 借着肚子疼 然后跑掉了 其实当时都是骗你们的 我就在后面看着你们的 你们有说有笑的 我可吃醋了 你还好意思说朕 你提出这个馊主意 错合朕和苏姑娘 跟人家说朕有隐吉 就从这点 朕就应该好好收拾你 其实当时我就后悔了 还有 你看到计划书的时候 问我对你什么心意 我说不喜欢你 也是骗你的 只是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这段感情 害你那么难过 对不起啊 好了 都过去了 还说这些干嘛 我们现在好好在一起 不就行了 好美啊 要是时间能永远停在 这一刻就好了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多感慨啊 大概是有感而发吧 对了 都说妻子应该给丈夫亲手做一顿饭 那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吧 想吃什么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就螺丝粉吧 螺丝粉 你怎么知道 那次冷宫就是你偷吃的是不是 这吃东西的事 怎么能叫偷呢 行 那你螺丝粉 不过你得帮忙 好啊 是谁的芬芳 摇曳了烛光 一人的发香 纤绕在我手上 冰霜融化 你要不要教教我 你来 哼 你就切跟这个差不多 再切 想对吗 再稍微细一点 慢点 小心手啊 嗯 好香啊 怎么样 想吃 我给你盛一碗 我给你盛一碗 怎么样 这螺丝粉啊 就是闻起来的臭 但是吃起来 让人欲罢不能啊 就像你一样 你什么意思啊 说我臭啊 不是 你是让人欲罢不能 算你会说话 那奖励你多吃点 好啊 你陪我 一人的发香 纤绕在我手上 冰霜融化 飘泊的月啊 指尖念思量 怎么不吃啊 吃 吃 好了没有啊 马上啦 等一下 朕等的花儿都谢了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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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以摘下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打开看不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 礼物啊 礼物 我上次 不是打碎你一个粉彩百露瓶吗 我就想补偿你 然后呢 我就去了酱作坊 亲自给你做了一个 这瓶子长得倒是别致 我也是第一次做啊 做失败了好几个 才做出这么一个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还给 谁说朕不喜欢呢 你亲手做的礼物 一万个粉彩百露瓶都比不上 曾经以后 她就是朕的最爱 你送了朕这么贵重的东西 朕应该回礼才适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朕满足你 那你再陪我做件事 上次不是采访过吗 你怎么又突然想到做这个了 那不一样 我还想跟你放一次 你拿好啊 好 你写什么呢 你写什么呢 不许看啊 看了就不连了 好了吗 好了等一下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好 三二一 一 放 你写的什么呀 你写的什么呀 满天烛光缓缓飘扬 眼中时光缠缠流淌 你还记得这儿吗 当然记得 当初你给朕送礼汤 就是在这儿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什么第一次 没什么 当初朕也没想到 区区一个妃子 竟然能当着朕的面 小鬼醉着 你还说呢 为了处理那瓶春药 我把初吻都给你了 你是初吻 难道朕就不是 也对 那我们算是扯平了 当时朕也不知道 竟会喜欢上一个 给朕下药的妃子 还喜欢得如此质量 如此难舍 不独自欣赏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有的时候比小说还要奇妙 是啊 比小说还要小说 是谁的芬芳 摇曳了烛光 一人的发香 煎绕在我手上 冰霜融化 飘过的月亮 飘过的月亮 指尖点思量 飘喝了时光 眼角热斜阳 指引结成霜 是谁的远方 我独自欣赏 敲亮的月亮 敲夜沙沙的香 是谁的芬芳 摇曳了烛光 一人的发香 煎绕在我手上 冰霜融化 时间太月亮 指你去方方 荒子在品尝 皇上 怎么了 娘娘怕您辛苦 特意吩咐小的 给您送来了羹汤 是吗 拿来证尝尝 她这手艺 真是白鹅不咽 花上喝的 可能不是娘娘的手艺吧 怕是 药药的心 为兴奋 朕忙公务忙到现在 爱妃就等了 没什么 臣妾知道皇上公务繁忙 只是害怕您的身子吃不消 您还没用膳吧 臣妾准备了几道小菜 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心意 都是朕爱吃的 爱妃果然懂朕 皇上您过奖了 其实这些也正是臣妾喜欢吃的呀 看来飞玉镇还是这般默契 吃饭 六公公 歇着呢 开饭啦 开饭啦 六公公 这关的是哪位呀 上一顿饭也没有动过 没人知道里边关的是谁 这冷宫不就这样吗 没人知道你为什么进来 也没人在乎 喝一口咬 不还要干吗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看了 没有人在乎 这两个人 还没人在乎 你怎么会 没人在乎 你怎么知道 他在乎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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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以求温柔 从最后 没有午后 独自成熟 这结果 人潮汹涌 推着我走 淹没在城市之中 时光交错 命运捉弄 来 皇上 你尝尝这个 出了熟悉的轮廓 别来无恙 离开寒茫 泛红眼眶 笑着逞强 回头张望 那些疯狂 和我们曾许过的愿望 别来无恙 放掉过往 和曾经多荒唐的想象 今后时光 路多漫长 随于无恙 随于无恙 就把你惹失望 探索 见到的 但是我还是真的 是 没有 相聚 有些不得 那些不得 好像我 也不得 没有 行了 这些不得 你 朕与那女子 似曾相识 而朕记不清她的脸 皇上 想不起就别想了 要不 早些回宫歇息吧 也好 李志多 在 这瓶子 是一直摆在这儿吗 皇上 这不是您最爱的花瓶吗 之前 还是您亲手放在这儿 还让小的好好看护 皇上 您这是怎么了 可朕怎么感觉 算了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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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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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思绪望做你网友 想你从未成全过我感受 倔强的是你言不由衷 找一个烂借口说是朋友 你的不舍我好迁就 不爱的敷衍认真过了头 没默契的配合 迷失在路口 我的难过你好温柔 想你从未犯过错的时候 偷听到一场 未遇于周梦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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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还在御花园里等着呢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朕有何不对吗 从刚刚您就好像有心事 没什么 朕刚刚路过冷宫的时候觉得特别熟悉 但却不知道里面关的是什么人 进了冷宫想来也是可怜的人 不过皇上眼下是和臣妾在一起 心里若是还想着其他人 那臣妾肯要吃醋了 好 不想了 走 前面逛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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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您怎么了 没什么 正想到有作折没批 我们先回去吧 走 妈 怎么回事啊你 你个臭东西 竟敢打碎皇上心爱的花瓶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 怎么了 皇上 打碎了您心爱的花瓶 实在是该死 来人啊 算了 一个花瓶而已 碎了就碎了 下次注意就好了 是 赶紧收下去 不用了 正自己来 下去 是 还不赶紧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赶紧滚吧你 皇上 你也下去吧 是 没有赶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站住 你是何人 见到朕来 为何要躲躲藏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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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性 感性 感恩 感性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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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